你知道鸡头怎么做才好吃吗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很多人都没有见过的做法 鸡头要想做的入味又好吃 是有方法和技巧的 首先鸡头不要直接下锅焯水 先往鸡头里面加入一勺的食盐 然后再加入清水 把鸡头浸泡10分钟 10分钟之后 我们再把鸡头给它清洗清洗 这时候鸡头里面的血水和杂质就出来了 而且加入了食盐 还有杀菌的作用 多加这一步 鸡头会更加的干净 然后再用清水 把鸡头清洗两遍 接着我们用叉子 把鸡头上面插一点小洞洞 扎上一点小洞 这样鸡头就更容易入味 接着把鸡头冷水下锅 加入葱段和姜片 再加一点料酒去腥 焯水之后把鸡头捞出来 然后再往鸡腿中加入40度左右的温水 把鸡头表面的浮沫清洗干净 接着往锅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然后再放入一点冰糖 然后不停的翻炒 不停的翻炒 直到炒成这样的香油色之后 我们把鸡头给它放进去 然后关火 快速的翻满均匀 让鸡头都均匀的裹上一层糖色 然后往锅里面加入开水 接着再加入一罐的啤酒 啤酒具有去腥增香的作用 可以让炖出来的鸡肉更加的鲜嫩 然后放入葱 干辣椒和姜片 加入适量的食盐和生抽 再加入一点老抽上色 接着我们再放入一小包的卤料包 然后再盖上盖子 用小火炖一个小时 好了 时间到了 好了 非常美味的鸡腿就做好了 看着就非常的有食欲 闻着也太香了 鸡肉鲜香滑嫩又非常的入味 吃上一口真的太解馋了 做法呢也是特别的简单 好了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